我叫王兴浩 今年11岁了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位电竞选手 我叫康然 14岁 在九年纪学习 最开心的就是会画 最喜欢画 动物 我叫李如福 16岁了 看到植物我就特别高兴呀 就是想开个花店 卖一些百合 一金香 方杏子 薯葵什么的这些植物 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孩子 他们的身心发展虽然存在缺陷 却对世界有着最单纯的憧憬 11月20号是国际儿童日 记者来到北京市建祥学校 走进特殊儿童们的校园日常 地球上的每一条江河都是人类的母亲 只有全民都有这种意识 水资源才不会无端地被浪费掉 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班级活动的彩排 11岁的王兴浩正全省关注 在老师的辅助下按流程说出既定语句 他告诉记者 在学校学习的六年时间里 他最喜欢信息技术课 和老师同学的相处也让他十分开心 王兴浩两岁被诊断为自闭症 在校园学习的六年时间里 他的性格有了可喜的转变 我们孩子刚来的时候比较内向 然后情绪也不好 经常哭 后来慢慢慢慢地学校对他们进行教育 发现了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特点 比方说红领金广播站 他广播了两次 老师觉得还行 就培养他当主持人 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在进一步 但是也每天都有问题冒出来 我们给老师沟通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也感到 这个孩子越来越有希望吧 据了解 学校日常处开设生活适应类课程 也针对性开展康复训练 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动作障碍 授课过程中 老师会反复细致讲解动作要领 并随时提醒学生集中注意力 好像我们班十个孩子里面 有八个孩子是自闭症 有两个是偏执力障碍的 在课上可能需要反复地去提示 反复地去教 其次就是对他们需要有很充分地了解 去细致地去观察他一举一动 了解他的这些动作呀 行为呀 有什么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然后也会以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辅助他 执教多年 孩子的每个微小的进步 都会令音乐轩欣喜不已 他认为专业的特教 能提升孩子各项能力和自信心 让他们愿意交流与表达 为日后不如社会奠定基础 有一个孩子 当时我带了他四年级 但是后来我不带那个班了 然后有一次在教书节的时候 他妈妈跟我说的 带着他去一个复印店 他看见一个那个小玻璃的一个奖杯 然后呢他就指着那个 说要这个 后来妈妈说问他 你要这个干嘛 然后呢他说给英老师 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跟我说这个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然后呢 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主动地跟我表达过 比如英老师我要干什么 但是在我不带他的第一年 他有这么一个动作 他们内心是有情感的 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就是当你看到了他的这种情感 要表露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非常的 这个激动和欣喜 其实学校是给孩子一个 练习交流的机会 学校就是他们社会的第一步 目前北京市建墙学校 共有520余位6至18岁的特殊儿童在读 包含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 而投身特教事业30余年 校长余文也见证了中国特殊教育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30多年前我刚干特殊教育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特殊教育 也没有教材 也没有方法 甚至于没有老师 到今天我们全是年轻人 而且有更高级别的研究生 和博士生都在基层 而且专用教室 环境 专用的设备 30多年前应该说 大家对特殊教育不理解 我记得我刚刚 特殊教育的时候 人家还说 这个东西传染吧 而到现在我们的氛围 都是 呀你是干特殊教育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 所有的活动 都会有很多的社会人士 主动的来当志愿者 进行服务 于文表示 保障特殊儿童的教育权益 是毋庸置疑的 下一步应在提升教育技术 专业化和精细化方面 进一步深耕 我们的那个特殊教育 在逐渐的发展 而且我也有信心 会变得更好 但是呢 我们特殊教育 确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把我们的科学技术 教育技术 康复技术 要提升课程 教材 教法 教学互动的 教学设计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叫个别化课程 而且要往更精 更专业 更有效 去发展 截至2019年年底 中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192所 特殊教育在校生 79.5万人 北京师藩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 王燕表示 近年来 中国特殊教育事业 快速发展 未来 出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 加强特教教师队伍培养外 培养特殊儿童职业技能 同样重要 2019年 全国共招收各种形式的 特殊教育学生 是14.42万人 比18年是增加了2.07万人 就是增长了16.76% 随便就读 融合教育 这些方面的工作 也得到了 很大力的这种发展 说特殊教育学校 融合教育学校 对特殊儿童来说 是提升它的 社会适应能力 那么最终还是要 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 就孩子们在学校就读的时候 要加大他们 职业能力的这种培养 那同时呢 我觉得像 这个社会企业 或者还有其他方面呢 也要敞开怀抱 来接纳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